歡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明報多倫多5點半新聞直播 今天是12月1日 安省衛生廳長葉麗亞今天說 疫苗的分發工作可以在今年年尾前準備酒水 疫情下在萬金時 有華人卡拉OK維麗營業被釘牌 安省衛生廳今天公布的新增確診個案有1,707宗 比昨天少了39宗 但仍然將7日平均數拉高至1,670宗是紀錄的新高 檢測數目達到34,600個 多倫多今日也在創下單日新高 新增個案近乎在皮爾區的兩倍有727宗 確診總數突破4萬宗 而皮爾區有373宗 藥客區有168宗 而在學校疫情方面 省政府今天公布 與學校有關的個案增加299宗 包括253個學生 46個教職員 有個案的學校增加至737間 佔了15.2% 有6家學校需要關閉 比昨天多了2間 聯邦政府今天更新了購買疫苗的最新情況 但具體的時間表仍然欠奉 雖然之前省長杜格福特說過 不知道安省可以拿到多少疫苗 和哪一種疫苗 他們都很難做事 但副省長兼衛生廳長葉麗雅今天宣布 省府已開始積極展開籌備工作 包括與公、私、營機構聯絡和合作 做好疫苗的儲存、運送、分發、注射和追蹤等工作 一切可以在12月31日前準備就緒 葉麗雅說 他們從昨天開始已經與輝瑞、Johnson & Johnson、Janssen、Motona、GSK等疫苗的製造商聯絡 為日後幫助省民接種疫苗的工作做準備 另外省府也會與Mackinson、Shopas Drugmark合作 因為Mackinson有大型的倉庫 可以容納大量的疫苗 至於Shopas Drugmark 就有既定網絡可以將針藥分發到醫院或其他前線醫護人員 葉麗雅早前提及 安省最快可以在出影的3月前 得到第一批一共240萬劑疫苗 可以足夠給120萬人接種 但到現在為止 聯邦政府仍然不肯認數 不過輝瑞和Motona的疫苗 無論什麼時候都好 小朋友都沒有份 因為這兩種疫苗 只能給18歲或以上的成人接種 葉麗雅今天宣布的分發疫苗計劃 沒什麼實際話說到 反而疫情爆發以來 日日定時定後的省長度假福特 今天竟然沒有影 她知道她是因為特發性 但非緊急的medical appointment而缺席 但與新冠肺炎就無關 希望她真的沒什麼事 因為現在醫院資源緊缺 有什麼頭暈生氣都不太好 我是RD Uptown總裁Helen Chin Krischer 我們擁有安省之大的華人營業團隊 RD Uptown是你的首選 既輝瑞和莫德納之後 強生Johnson & Johnson研發的新冠肺炎疫苗 也傳出好消息 這間公司說他們正考慮 向加拿大衛生部申請批准使用 強生的疫苗只需要打一針 而輝瑞和莫德納的疫苗 就需要打兩次 加拿大政府和強生也簽了訂購合約 可以獲得該公司提供1,000萬劑的疫苗 而且有權多賣2,000萬劑 之前聯邦政府天女散花地向7間藥廠訂疫苗 當時有人覺得火力不集中 現在看上來這個方法非常有效 總理杜魯多今天被人問到 會否在加拿大衛生部未批准的情況下 才被那些已經訂購的疫苗送來加拿大呢? 他說,衛生部正在全力審批4種疫苗 但加拿大人的健康是最重要的 衛生部也會密切和其他監管機構保持聯絡 無求令到合乎安全標準的疫苗 是可以盡快進入加拿大 他說,不同的疫苗 可能對不同年齡組別會帶來不同的效果 所以更需要有醫療專業人士和科學家的審批 他不會創出求成 只要疫苗得到衛生部通過 就會盡快給最有需要的人接種 採購部長阿南德今天也說 政府在採購和分發疫苗上 已經做好準備功夫 只要疫苗獲得到衛生部批准 就可以運送到全國各省和地區 他說,政府已經採購好存放疫苗的冰櫃 最多可以存放3,335萬劑 而且已經就點對點的運送開始照標 未來幾天就會有結果 衛生部長海道也說 在審批疫苗這件事上 衛生部是會堅持世界供應的金質標準 疫情期間 為人為己 記住保持社交距離 戴口罩 勤洗手 喝多點水 喝乾淨水 當然是瓦街淨水 不少華人都喜歡約朋友去唱卡 但疫情期間卡拉OK也要停業 想唱的話 只可以在家裡自己唱 但在萬感視深旺角廣場 一間卡拉OK竟然靜靜地繼續營業 除了違反防疫禁令 也違反多項酒類許可法條例 被政府人員停牌 AGCO表示Tango KTV 明顯違反了安散商業重開條令 對他發出臨時停牌通知 取消他卡拉OK酒吧酒牌撿照 完全是出於公共安全考慮 AGCO表示在接到大量投訴之後 在10月30日再出執法行動 當時店舖帶門緊鎖 結果執法人員敲門要求進入的時候 不單止沒有開門 裡面的客人聽到敲門聲後 就從後門逃走 執法人員立即繞到後門 見到很多人從後門跑出來 有些走不及的人 還公然反抗執法人員的指控 根據現時的防疫限制 漁客區所在的紅區 禁止在餐廳酒吧裡 進行任何跳舞、唱歌、 現場音樂表演等活動 昨天530有報導 曼禁止疫情嚴重 華人眾多的天主教小學 因暴疫關效 在這樣的情況下 約克區面臨封城危機 今天就有一名多事的ICU醫生預測 約克區會步入封城階段 安省今天報告新病例1700宗 而多倫多的新病例在床單日新高 達到727宗 全省醫院中入ICU的新冠患者 已經去到193人 皮爾區新增病例是373例 另一個報告三位數的新增病例 就是約克區 今天報告168宗新病例 而約克區目前是在紅區中 多市東約克 Michael Guerin醫院ICU主任說 現時多倫多醫院ICU病房中 新冠肺炎病人佔14% 但有些醫院中 這個比例已經去到40% 而約克區和河頓區的醫院中 新冠肺炎病人佔24% 他認為約克區和河頓區的疫情 未來幾個星期可能會出現惡化 並進入灰色的封城階段 他表示 我不知道形勢什麼時候會出現好轉 可能需要2至6個星期 或者可見的新增病例出現下降 對於公共專家的挑戰是 你永遠不知道 如果不採取衛生舉措 情況會差到什麼地步 眼前只是節日購物時期 他說 他見到大多區的人跨區購物 這個做法是不應該的 那些人應該留在自己所在的城市 留在自己家裡 非必要不要出門 才能夠壓制疫情 早日復甦經濟 安省染疫學生累積人數 今天已突破3,000大關 合共有3,107人 多倫多公校教育局 也已經在4間學校 開始自願性檢測計劃 面對寒冬即將來臨 加上部分學校校社陳舊 欠缺先進通風系統 教育局已說明 為了加強空氣流通 減弱可能出現病毒傳染 戒時 即使天氣嚴寒 也會打開窗門 等空氣流通 構思是好 但是 坐在課室的學生 年紀小小 不知道能否撐得住 大家在疫情前 冬天坐在餐館吃東西 都不會選窗口位坐 開門時震震寒風 是嗎 試問小孩又怎頂 唯一就是老師和家長叫他們 不要脫衣 這樣做得不行 安省家長行動網絡 下面一位女家長就說 這個只能夠是權宜措施 要考慮增加學生小息時間 盡量減少學生在課室裏面 其實 教育局這樣做 同樣有機會令學生更加容易感冒 教師聯盟就要教育局馬上行動 確保校內通風系統正常運作 很明顯 教育局的這項措施是短暫的 可以考慮就是 吉了近窗口的座位 在列治民山Hillcraft商場附近 Springhead Gardens一間便利店上個月被劫 約客區警方 今天釋出店內的閉路電視片段 希望市民可以提供消息 警方表示 11月3日晚上7點 警員接報去到Hanggap 16階附近 Springhead Gardens一間便利店調查中採劫案 案情透露 案發時兩名無面帶徒走入店內 學令店員加出財物 其中一人持窗指向店員 另一人就在收藏處向店員拿錢 得手後兩人取職逃去 警方說兩名歹徒都是黑人 年約20至25歲 兩人身材悔悟 市民如過一次案消息 請與警方聯絡 總理杜魯多今天又使出信任投票這一招 將財長方慧蘭昨日公布的秋季財政報告 在國會內以信任投票方式進行辯論和表決 如果這份財政報告不能獲得反對黨的通過 全國便要進行大選 杜魯多重申說 有財務專家認為 這樣會導致加拿大的國債在短期內達到一萬億 保守黨黨魁奧圖爾昨晚已經表示 保守黨是不會支持這個秋季財政報告 因為自由黨是在大灑金錢 隱瞞自己的失職和無能 最近火力十足 不斷炮轟自由黨的保守黨 會不會有膽量利用這次機會 聯同灰人政團和新聞主黨 推倒自由黨重新大選 天氣報告及油價由華創公司特約贊助 多倫多今晚氣溫約0度 明天平均氣溫約熱度 今晚油價103.9先 明天預計下跌1先 現在看看香港新聞 有線歡頻在今日宣布裁員 有約100個員工受到影響 包括40個新聞報的員工 而有線新聞中國組宣布總辭 港民組也有十幾個員工 因為不滿而即時辭職 有線歡頻今天下午發出的聲明說 因為新型半狀病毒的疫情衝擊 集團需就各部門架構和人力資源 做全面檢視和調整 集團現在要約1300多名員工 時次受影響員工約100人 包括職務調動和離職 集團將會根據勞工法例 給予受影響的離職員工適當補償 有線新聞港民組 一旁晚發聲明說 新聞部約40多名員工被解僱 但部分都是資深員工 包括專題組 新聞似曾傳組記者 聲明說 5名採訪主任 和11名港民記者 決定即時辭職而事不滿 聲明也說 港民組曾經當時向4名高層 謝憶拿、許芳輝、李俊和陳興昌 要求加代裁員準則 但得到的回應只是架構重組和自殺資源 更有人以爛仔形容同事 裁員前也沒有知會 或諮詢各部門主管 完全無視員工的付出 做法極不尊重令人憤怒 聲明說 港民組對高層一受摧毀有線新聞部 表示極度遺憾 多名員工決定即時辭職而事不滿 香港有人涉嫌將同黨偷走的貴婦狗 藏在家裡 並恐嚇救主加出4萬元 否則將會把小狗斬件寄回給他 男子承認勒索罪 今天在西九龍裁判法院被判就16個月 裁判官批評被告 利用事主對寵物的關愛獲利行為可恥 案情自出女士主X是雜貨店的老闆 經常都會將貴婦狗咖啡帶到店 他在今年9月5日凌晨發現外圈不見了 在3日之後他在社交網站收到訊息 對方要求他為咖啡給市萬元的贖金 否則就會將它扔進海 又說你再拖就會斬件分開寄給你 閉路電視片段顯示 有人在9月5日凌晨將貴婦狗帶走 而在9月11日被告和妻子戴交外出事被捕 被告在警戒下否認偷狗 但就承認在亞大的梳屍下向市主發信息 被告劉子傑報稱無疑 辯科則透露他任職賽當當犯 辯科在求情至春 本案另外有一個在途的幕後主腦 被告是被他誤導 以為客人是委託寄養貴婦狗 從來不知道偷狗一事 辯科又說被告因為駐路提供5,000元報酬 而勒索事主 罰案只是因為一時貪念 裁判官在判刑時說 過往的案例涉及勒索手機的物主 但是寵物是有生命 而且被告截本貴婦狗多日 可能對狗仔的健康求成風險 令到案情更加嚴重 而且被告有兩次案底 今次的判刑需要有作核令 我已經回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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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沒有不和 所以我想是自從兩個月前 開始有很多這些消息傳出 我想期間我每次都說 其實不是事實 就不會回答了 但至於合約的時間 各方面都很多人追問 這些我就覺得 我交回公司 交給經理人公司 他們去和大家交代 因為我覺得這些應該是正式一些 和合適 我覺得他們先去交代才是合適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再追問我 不要再追問我合約的事 我交給公司去處理 但你現在和Jindal有辦法談 我們一向都有辦法談 就是不會要經過公司同事 不會 我們都一起去做訪問 其實 工作以外有沒有辦法談 工作以外 我們不是那麼多其他事情談 一向都 我們都大部份是談一向音樂 有時談一向電影 那樣 都很難和他講小朋友 都不是剛好說的 做運動那些都不是很適合的 所以我們主要都是講公事 那麽 那麽是否損失了七百萬 七百萬 沒有 沒有這樣的事 還有之前的傳聞我都回應了 我說所有都不是事實 那麽我就不回應了 或者報道裏面很多事都失實 那麽我也都不回應 那麽也都有一點 我覺得我很尊重合約精神 也很尊重合作的單位 所以對於這些傳聞呢 也牽涉很多其他公司 也牽涉我自己的經理人公司 所以我都不回應了 那麽你怕不怕廣告那件事呢 就是反而會用到你 就是網路合接廣告那件事 甚至乎我自己的唱片公司 我合作的公司都知道 我是一個很盡力去應付工作 以及很尊重所有合作單位的人 所以我也不擔心 我覺得這些傳聞 為什麽我不回應呢 我覺得裏面有太多事實實 那麽我不需要逐一回應 是的 大家好 我們是明報加拿大發行部的同事 在現時疫情嚴重的情況下 我們知道你不一定方便出街買東西 所以明報現在提供三個月送部上門服務 每天把明報送到你家門口 如果你需要我們送明報到你家的話 只要打個電話通知我們就可以了 我們的電話號碼多倫多是416-673-8211 好可怕 我由您家庭地問 我來討論了 我爸爸抱責 我到現在就再打開第一時間 我膽子